在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推翻承认女性堕胎宪法权力的罗素韦德案裁决之后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6月24日表示 女性权力将于11月进行投票 佩洛西在国会斥责共和党领导层 并表示该党的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堕胎 这位民主立法者批评了昨天的法院决定拒绝国家授权限制宪法 携带武器的权力 并表示今天关于堕胎的裁决与同意员则相矛盾 法院在其保守派多数支持下以6比3的裁决 维持了共和党支持的密西西比州法律 该法律禁止15周后堕胎 投票结果是5比4推翻了罗素韦德案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分别写信说 他们会维护密西西比州的法律 但不会采取额外的步骤来完全消除先例 法官们认为 罗素韦德案的判决 允许在胎儿之前进行的堕胎 在怀孕24到28周之间是可行的 这是错误的决定 因为美国宪法没有具体提及堕胎权 这就是决定的确认 所以我们见到不错误的工程中 如果能够做出一并δ一个封面 我们就第二个封面 也是决定的决定 现在还能够做什么 决定的决定